新楼盘,售楼处冷冷清清,只留有一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已经离场了 大家看一下现在园区内空空如也,只有个别几个老人在园区锻炼身体 可以说现在南方的绝大部分城市房价下跌,已经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惨烈 南方第三大省会城市,随着很多打工潮的移去,春运潮也离我们越来越远 现在房价降价潮,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经开始了 可以说现在计划买房的人越多越来越不敢买房子了 因为他买完房子以后怕房价继续下跌,自己承受不住这个损失的压力 更可怕的就是买完房子之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能住上一辈子 将来在去卖房子的时候能不能及时变现,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南方现在好多城市出现了很多外地人在本地租房子的这样一个浪潮 过去呢,大部分人买房子,一是为了租,二呢就是为了投资 多多少少呢,我住过几年之后呢,还能卖个好价钱,一举两得 就算是贷款做房奴也是可以的,是吧 这样还省了房租,还赚了这个差价 但是现在看来呢,租房子的这个价格越来越便宜 原因就是大家的房子呀,太多了,都卖不出去 所以说呢,只能暂时的出租,一边租一边卖 你也租,我也爱出租,大家都爱出租,所以租房的房价迅速的开始下跌 毫不夸张的说呀,太多太多的城市房价被击穿了 那么最近这一年多,很多房价 打折后的房价 那基本上是开盘之前的一半 四折,五折,六折 开发商现在太难太难了 基本上恨不得就是给这些买房者都跪下了 现在的开发商特别难 难就难在他开发的这些房子 全部都是从各种渠道借钱融资来建的这些房子 大部分人都说房企呢,房地产这个开发商都是从银行借的钱 其实银行借的钱只是一小部分 因为银行的东西需要抵押 我们国内前二十大开发商 很大很大很大一大部分资金呢 都是靠融资来的 很多融资呢,它是没有抵押的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中间的担保人,包括国外融资也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他们最难的就是房子卖不出去,无法变现 那么在过去十多年,如果房子暂时卖不出去 他可以用房子,把这个房子顶给银行 顶给这个施工方,是吧 顶给材料商 现在的行情是房子降价,大量变值 银行根本就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资产 这种叫做无良资产 那像那些什么融资的那些大资本 或者是大商人也好 他们更不需要这些钱,这个这个房子 因为他们接盘接受之后,他们也卖不出去 他要这个房子干嘛呢 所以说现在的开发商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整个大部分城市房价已经被击穿 而且判断有可能房价啊,还会继续下跌 具体跌到一个什么程度,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 像这里呢,有人会说,有一些城市房价在回暖 那大家要看清楚,比如说杭州那个一日清房 对吧,包括这个广州的部分楼盘清房 他们这个清房呢,基础之上是在打折 大量打折了基础之上,房子清盘 甚至很多新楼盘比周边的二手房都便宜 可见现在的这个房企啊,多么多么需要着急回笼资金呢 但是偏偏啊,现在的房奴也学聪明了 房奴也学聪明了 房奴现在明明欠着大量的贷款房贷 很多还不起,也开始计划不还了 房子你收回就收回吧 总之我都是还不起 那么未来房价还能不能继续走跌呢 这个趋势很明显 包括现在我们看这个单房很多沿海城市 大城市,省会城市房价陆续还在下跌 那么有可能在2024年春节 二月初的春节到来之前 一月末左右 各大城市可能会有大量的房子打折活动 如果你真想买房子的 可以留意一月末二月初